清华985研究生开始组团诈骗 一骗就是上亿元 这事有多可怕 有个刘女士下载了一款叫富强证券的投资APP 回报率非常高 一路飙升的收益 让刘女士在短短10天内砸了18万进去 以为自己赚到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可就在她要提现时 发现没有办法取钱 后来干脆连APP都打不开了 她这才意识到是被骗了 最终多亏警方逮捕了开发软件的彭某三人 彭某是谁呢 他们都是清华中山等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研究生 高端人才 为啥要骗人 成本低收益高 一年就能挣上一个亿的小目标 骗人投资的APP他们一秒就可以做出来 只要利用手中的基础源代码 改个界面和名字 就可以生产一个新的APP 比注册QQ还要快 简单高效 还能逃避追捕 因为骗完一个人就可以抛弃整个APP 这几年 大家手里都有点闲钱 想投资理财 钱生钱 就加入了各种炒股投资群 他们也混在其中 发小广告 货客精准 诈骗容易 他们就靠这个方式 骗人屡试不爽呀 诈骗金额超过了一个亿 可诈骗还只是他们的副业 洗钱才是他们的主业 一笔一碗 赌博 电信诈骗网站 都需要受骗人 往里面冲钱进行诈骗 但这种交易行为 很容易被警方盯上 为了逃避警方追捕 就需要洗钱 怎么洗呢 用大量收款码来带收款 钱绕过了银行系统 那么钱就无处追踪 收款码哪来呢 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网络支付平台 骗人注册账号 提供自己的收款码 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就能赚取1%的佣金 比如1000块钱保证金 就能收入10块钱 保证金越高 佣金越高 那这佣金的钱哪来的呢 赌博平台给的呀 给到他们2.5%到3%的佣金 而这个钱的规模高达几百亿 他们到手1.5%到2%的提点 轻轻松松过亿 当骗子的智力都比我们要高 中国反诈中心的App 赶紧下载起来吧